剛剛有聽說好像我們已經 被分手了這件事情 外傳郭家軍 近期因某些政策方向 與民眾黨的合作關係生變 未來雙方將順其自然 不排除就此和平分手 甚至郭台銘的核心幕僚劉若彤 還在臉書上嗆說 要民眾黨把列入不分區的 高宏案還回來 這個是他自己講的 所以你覺得他不代表 郭台銘的意思 我不認為 他還說就是他們不需要 就是一邊主帥來酸他們 然後一邊又想要搶票 這樣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六日受訪時表示 會回去問清楚 而同天下午 在親民黨國家軍 首度合體機酒會上 劉若彤澄清表示 那只是在不分區名單 還在討論時 他回答網友挑釁的說法 因為他覺得支持者 有時候會比較激進 我們最重要的目標就是 第三勢力就是要打破 台灣政治長期以來 被兩大黨把持的一個現狀 所以我覺得中間的風風雨雨 請大家不要見風插針 因為我覺得很多的事情都是 大家去放大解讀了很多 蔡清宇認為雙方既然要合作 就不需要透過媒體各控傳話 面對面溝通會比較好 聯電副榮譽董事長宣明志則說 他和郭台銘 柯文哲都是好朋友 現在就像兩個球隊 郭台銘是這兩個球隊的球迷 希望兩隊把球打好 新唐人野愛電視高居榮黃立峰 台灣台北報導 每個天 Brock 也都 很正常的 每一個球隊的球隊 在哪個球隊總共有機營 雙方既然在哪個球隊 集团 最新售中道路是大型的